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林松,今天是2019年5月23号,星期四 那今天想和各位在这边聊聊呢,就是我又开了一个新频道 我为什么开这个新频道呢,是因为我现在这个频道呢,主要是录我自己的视频 之前呢,放过很多,我录过很多雅思的内容,包括学音译的内容 包括这个,包括讲雅思口语,雅思作文,还有雅思听理等等一些学习内容 以前在我这个频道里面呢,我后来都把它给删掉了 但是呢,我不断的收到有很多朋友,就是通过微信,通过微博 或者是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来问我那些视频怎么不更新了,怎么不播了 但是呢,我想说的就是说,我这个视频呢,坦白讲就是话题已经很多了 如果再放雅思的视频呢,我觉得就是有点显得重点不是那么突出了 所以我就把那些雅思的视频呢,给删掉了 但是呢,一直有朋友这么问我,对吧 然后呢,我也坦白讲,就是我也很想就是帮助大家来更好的理解考试 更好的通过这个英语考试,更好的学好英文 但是呢,我觉得放在目前这个频道里面呢,可能又不太合适 因为显得这个话题太杂乱了嘛 所以呢,我今天呢,又开了一个新频道 这个新频道呢,专门就是放我这个关于这个学习的内容 我会把那些,我会继续更新很多,包括学习英语,包括学雅思口语,雅思听力,雅思作文的内容呢 都会放到那个频道里面 所以呢,希望各位关注这个英语学习的朋友呢 就是去到我那个频道里面去看那些我分享的英语学习的内容 那如何找到这个频道呢 就是说你可以在我的这个频道的主页啊 看到右边有一个精选频道 那个精选频道里面有一个频道 就是我专门放这个英语学习英语资料的一个频道 我已经传了很多雅思口语高分公式的内容在里面去了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传的内容都是非常非常优质 非常非常高分的一些结构和内容 而且我保证各位雅思考生或者想学英语的朋友 看了这些视频之后呢 能保证你在雅思口语雅思听力 包括雅思阅读雅思的写作考生呢 取得非常棒非常理想的分数 因为这个已经被很多考生验证过的 很多考生在看了我的视频之后呢 都在雅思考试当中取得了满意的成绩 然后给我不断的反馈 我也非常高兴非常欣慰 所以呢我想把这个视频呢 继续分享出来继续做下去 我开了新频道 希望各位呢能够到我的新频道里面去 关注我的新频道来学习那些好的英语的内容 那同时呢我也会把这个新频道的链接呢 发在我这个视频的这个 怎么样就介绍栏里面吧 希望各位能够多多关注 然后多多支持我的频道 我的另外一个新频道又开张了 分享关于英语学习的内容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那今天就和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里 拜拜